是真的 方舟官方宣布确定 在今年2023年年底 方舟生存计划手机版将恢复更新 并且完全重置 在未来的手机上 就可以玩到全新的重置版方舟手游 焦土 积变 灭绝 创世纪 等等DLC也全部都会上线 我是一只产母人 就在国外时间3月31号 方舟官方发布了今年游戏未来的更新走向 听好了 是国外时间的3月31号 早在3月26号 我就看有很多国外大佬在期待这个路线图了 这次的方舟游戏路线图中 手游的未来规划也很难在内 这个消息就是在告诉各位 在今年年底 方舟手游会像2022年的 方舟Switch重置版本一样 同步更新重置后的 Switch方舟游戏内容 有很多小伙伴就不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呀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分析分析 希望各位能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毕竟这可是方舟手游这3年以来 唯一的一个最重要的未来预告通知 首先方舟手游已经停留了3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21年 方舟手游的团队就全部跑去 开发Switch平台的方舟重置版了 手游自然而然也就被抛弃了 现在甚至都不能完全适配安卓12 安卓13这些高端旗舰手机 全部闪退不能玩 这里灭的痛 我想很多人都体会到了 为什么要抛弃方舟手游 去开发Switch版本 有很多小伙伴就觉得 哎呀是手游的科技太厉害了 官方管不了 不不不不不 首先哪人方舟手游的团队 早就回护过了 他们有能力对抗黑客吗 那是必然可以的 不过方舟二和重置版的Switch方舟 要优先于手游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方舟Switch版本 是买断制的 终极版貌似是50美金 还是多少来着 假如说方舟团队 首先重置的是方舟手游 那现在的手机单机游戏 环境是怎样的 我就不多说了 不用想 重置版的手游一发布 就会被破解 我辛苦开发了这么久的重置版 这手游上来就给全部破解了 拿什么做资金 怎么完成后续的开发 所以优先开发Switch方舟 是必然的 而且人家团队也是贼努力 在今年做完了重置版的机变 先进地图之后 他们又宣布在4月12号左右 将发布灭绝DLC 6月份发布创世纪1 10月份发布创世纪2 当然 以上所有Switch方舟游戏内容 未来全都会同步到手机之上 就很舒服 不过具体是一次性买断制 还是和现在一样拥有琥珀的内购制 我们还不能确定 但可以确定 以后各位期待的羽豹龙 泰克龙 云鸟 沙尺龙等等生物 都会出现在各位的手机之中 想一想还是很激动的 然后再来说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方舟手游更新焦图 即便这些地图 需要的配置和内存 会不会让我们的手机配置需求很高 直接带不动内存爆炸等等 答案是并不会 首先你要明白一件事 Switch游戏机的性能 相当于4年前的骁龙835左右 现在2023年了 骁龙8机 性能不是出来Switch几条街了吗 所以只要你的手机处理器 比骁龙835强 那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官方也是表示 正式发现了这一叠 所以才会选择规划 在未来的手机上发布全部的方舟DLC地图 至于内存方面 现在很多新手机都是128256期步的吧 现在的方舟手游就占两季多 能有这么多内容 而你一个农药 现如今都能直接占用16个季 你真的缺制点内存 建议把你手机的这些社交游戏 全部删掉 方舟手游 它不比这些像吗 还有就是未来会为适配 安卓12 安卓13 对于科技 方舟手游官方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讲什么 人家都打算更新游戏了 你觉得一个小小的适配都做不出来吗 更别说适配安卓13了 到时候手游都可以开放60帧90帧 分辨率我觉得都能比Switch高更多一个档次 至于科技 别搞笑了 现在人家方舟官方可是宣布有全新防作弊的手段 在8月底的方舟电脑版重置中 可以实现与Xbox PC互通 并且防止作弊的新技术 手游防作弊肯定也会介入的 再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出方舟手游科技的了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贵族内容 你来看着这里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关注方舟手游的老玩家 或者是感兴趣的玩家吧 距离方舟手游涅槃重生还有8个月左右 在这段期间我会开一个全新的方舟手游猎狈域生存之旅 我会一直在方舟手游里等着你的回归 因为现在方舟手游不是配安卓12 安卓12上 我其实一直都在玩我自己开的一个MC宝可木数码宝贝服务器 每天都直播和粉丝一起玩 一起等这个方舟手游的更新 这是一个手机上就可以玩 加我版我的世界宝可木模组的冒险服务器 电脑手机玩家直接互通 有最新的重组宝可木9.13珠子版本 1.16.5的高版本游戏 还有职业冒险世界等等的玩法内容 最重要的是它适配安卓时商呀 如果你想和我一起来抓宝可木 在这个MC世界里生存下去 欢迎加入我们的小火车群 858854159 858854159 一起在手机上体验宝可木对战 自由逮捕冒险生存 和其他同样是粉丝的小伙伴 来和我直播探索游戏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是一只茶母人 在未来放着所有的更新 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游戏篇章 你会期待吗 这个消息别忘了分享给你那个运作好朋友 以后把它当做工具人 果然呢 我还是喜欢这种能随时随地和小伙伴拿出手机 去上线讯容的游戏 我不信看到这里 你还不明白这次的更新内容有多重要